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谭松韵 自然魅力与个性风采 谁是你的最爱 在这个星光熠熠的娱乐圈中 杨子和谭松韵 无疑是两颗璀璨的明星 他们以自然的魅力 和独特的个性风采 不仅在荧幕上 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经典角色 还以真实且接地气的个人风格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今天 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两位女星的不同魅力 看看她们的自然美与个性风采 谁能在你的心目中 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杨子的自然魅力 清新脱俗的代表 首先 让我们聊聊杨子 她自出道以来 给人的印象 一直是清新自然 不做作的典范 杨子的美 虽然不是那种惊艳众人的第一眼美女 但她却能让人越看越喜欢 她的容貌 没有经过过度修饰 而是带着一种纯真自然的美感 就像是春天里的一朵小花 安静地绽放在一片绿意盎然的草地上 虽然不张扬 却总能吸引到懂得欣赏她的人 她的笑容温暖治愈 充满了阳光 仿佛能在瞬间赶走你心中的阴霾 这种自然的美是她吸引观众的关键之一 也是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除了容貌 杨子的性格也为她加分不少 她给人的感觉一直是亲切而真实的 没有那种明星的距离感 她的社交媒体动态经常透露出她的生活琐事和幽默感 让人觉得她就像是身边的朋友一样 这种接地气的个性让她的粉丝群体更加稳固 而且她在公共场合从不摆明星架子 反而常常展现出她可爱俏皮的一面 这种真实感和亲和力无疑是她圈粉无数的原因之一 杨子的演技 杨子不仅仅是一个依靠外表吸引观众的女星 她的演技同样让人赞叹不已 从早年的《家有儿女》到如今的多不高评分影视作品 杨子的演技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显著提升 她在古装剧中的温婉形象 或是在现代都市剧中塑造的精英女性角色 都是她表演功底的体现 尤其是她在某些作品中的枯戏 那种细腻的情感表达能够在瞬间打动观众的心 眼泪说来就来完全没有一点刻意的痕迹 这种自然流露的情感让观众为之心疼 也为她的演技深深折服 她的演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通过多年的磨练与积累逐渐沉淀下来的 这样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 足以让她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稳稳占据一席之地 无论是剧中的情感戏 冲突戏 还是复杂角色的内心戏 杨子都能精准地把握住角色的精髓 并且通过细腻的表演 让角色更加立体鲜活 谭松韵的个性风采 甜美与活力的结合 再来看谭松韵 这位女星凭借独特的气质和充满活力的形象 也在娱乐圈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与杨子的清心自然不同 谭松韵更多展现的是一种由内而外 散发的甜美与俏皮气质 她的笑容宛如夜空中最亮的星 明亮且富有感染力 令人难以忘怀 她的甜美不仅仅体现在外貌上 更通过她的性格表现出来 谭松韵是那种大大咧咧 不拘小节的女孩 总是能够轻松地与人相处 给人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谭松韵在观众眼中的形象 一直是亲切而可爱的 她并不刻意去追求 高冷的明星范儿 而是以一种自然 随性的态度面对生活和工作 她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与粉丝分享她的日常和心情 这种互动让人觉得 她非常接地气 正是这种亲切的个性 使得谭松韵在娱乐圈中 拥有了大批忠实的粉丝 谭松韵的演技 角色塑造得多面手 谭松韵的演技 同样不容小觑 她能够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自由切换 不论是古装剧中俏皮的公主形象 还是现代剧中的职场女性 她都能精准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 并以出色的演技赋予角色生命力 她曾经在一部剧中饰演过一位叛逆少女 那个角色既叛逆又带着几分可爱 被谭松韵演绎的恰到好处 她通过细腻的表演 成功地把这个复杂的角色展现得生动而真实 让观众对她的演技赞不绝口 无论是在青春校园剧中饰演天真烂漫的少女 还是在现实题材剧中扮演成熟的职场女性 谭松韵都展现出她的多面性 她的演技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 能够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她的角色所吸引 跟随她的情感起伏而感动 这样的演技功底 加上她特有的个性魅力 使得她在娱乐圈中迅速展露头角 当我们将杨子和谭松韵放在一起比较时 答案其实并不容易得出 两位女星各有千秋 杨子以她清新自然的魅力和深厚的演技功底 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 而谭松韵则凭借她甜美活泼的形象 和不拘一格的个性风采 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 从颜值来看 杨子和谭松韵的美各具特色 杨子的美更多是一种自然的 令人感到舒适的清新感 而谭松韵则以她甜美的笑容 和活力满满的个性 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美 两者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 因为美是主观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对美的理解与偏好 从演技上看 杨子和谭松韵也是不分伯仲 杨子在情感戏和复杂角色的诠释上 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水准 而谭松韵则通过多样化的角色塑造 展现了她的广泛系录 她们的表演都充满了情感力量 能够触动观众的心灵 无论是杨子还是谭松韵 她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光发热 展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娱乐圈里 杨子和谭松韵靠的是实力和作品 而非花边新闻或外在炒作 她们的成功证明了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 真正能够赢得观众心的 还是那些踏实演戏 认真做人的演员 每个人对于美和演技的审美标准不同 因此无法简单地评判谁更胜一筹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无论是杨子的自然美 还是谭松韵的个性风采 都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感动和惊喜 她们的表演 让我们在纷繁的娱乐世界中找到了共鸣 也让我们期待 未来能够看到她们更多优秀的作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杨子和谭松韵代表了娱乐圈中 两种不同的风格与力量 她们用各自的方式征服了观众 也让我们看到了 演员背后付出的努力与坚持 无论你是喜欢杨子的清新自然 还是钟爱谭松韵的甜美活力 她们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和支持 娱乐圈中的竞争从未停止 但能够像她们这样 保持初心 不断进步的女星 必将在未来继续闪耀 让我们一起期待 她们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